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约翰一书在第四章第五章不断的鼓励我们要胜过世界 因为我们需要被鼓励的 因为我们认为胜过世界很困难 首先呢在第四章那边有谈到 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听从我们的 因为他们愿意领受的不是真理的灵 是错谬的灵 他们喜欢听的是像底基督啊 假先知啊 世界那一套的道理 因为那一套道理就是让我们去逃避罪的问题 然后认为不需要耶稣来当我们的赎罪祭 替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自己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 解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冤仇 那因此呢世人是不听真理的 那第二个呢对基督徒本身而言呢 胜过世界也有很多挑战 第一个就是不要犯罪 第二个就是要爱那些恨你的人 或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看起来都困难重重 但是约翰在这边却再次很坚定的说 谁可以胜过世界 从神生的人就可以胜过世界 从神生的人就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 他可以胜过世界 如同在五章第一节说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的 因此呢 为什么信耶稣是基督 就是从神而生的 而可以胜过世界呢 就是他信耶稣 就是他的赎罪祭 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神的儿子 道成了肉身 成为那一位应许要来的受高者 就是基督 并且为我成为戴罪羔羊 替我赎罪而死 而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去逃避 我犯罪的事实 以及罪本身要带来的审判跟灭亡 我可以勇敢的活在光明中 因为耶稣已经宝血洗尽我了 我跟神和好 所以呢 我以前是因为怕被审判 不敢犯罪 我如今能够行义 因为在约翰书里面 有三节经文提到 什么样的人是从神而生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五章一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就是从神而生的 信耶稣是我的受高者 我的赎罪祭 我就是从神而生的 第二个是二章二十九节 去行义 不要犯罪的人 就是从神所生的 因为他被神的赦罪自爱 改变他的生命 他因为爱神 而不愿意再去犯罪 以前是因为怕被审判 不敢犯罪 而第三 从神而生的是在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 愿意让耶稣的赦罪自爱 来改变我们 使我们愿意去爱 其他的人 爱不可爱的人 这也是从神而生的 因此感谢主 约翰非常坚定的说 虽然有内忧外患 但是呢 我们这些从神而生的人 我们可以胜过世界 在外面跟内部 对我们的挑战 第六节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单是用水 乃是用水 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 水和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 因为神的见证 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为他不信神 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段在讲什么呢 有关于这个借着水和血 和圣灵所做的见证 而且是父神为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 是借由水、血跟灵 来为他的儿子见证说 我的儿子耶稣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我在旧约的时候 应许要拆派他来的受高者 受高者就是基督 为带领你们离开罪恶 以及罪的灭亡 使你们跟我重新和好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赎罪记 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如何证明他呢 父证明子就是基督 就是用水、血跟灵 关于水、血、灵的解释 也是很多元 我个人认为 就是扣着赎罪记 这样可以来理解 为什么有水呢 水代表洗礼 从施洗月安开始 就是呼召人出来 就是进行这个悔改的洗礼 耶稣后来也去受洗 然后也帮人家施洗 因此水代表怎么样 就是承认自己有罪 然后呢 希望罪得到赦免 而血呢 就是代表他 耶稣基督成为赎罪记 为你流出宝血 亲自替你儿子付了罪 要死亡的代价 因此血代表是赎罪记 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真的洗尽你的罪 那圣灵呢 是真理的圣灵 他把耶稣基督 真的成为你的赎罪记 使你的罪得赦免 而父要与你和好的 并且要称你们为 他的儿女的这一个救恩的真理 运行在你的心里面 让你明白 让你领受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因此水 血 圣灵 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 就是他是我们的十字架救恩 他是神道成肉身的儿子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赎罪记 因此呢 有人愿意领受圣灵所运行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启示的真理 接受这样救恩的真理呢 他就有永生了 他的罪就被赎了 他就领受神给我们的 永远的生命 因此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这个生命 永远的生命 而没有神的儿子 就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也就是不认他是我的赎罪记 我不需要他替我赎罪 那我们就仍然在罪中等候灭亡 那不仅没有子 也没有父 更没有永生 只有永远的灭亡 因此呢 十三节约翰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跟约翰福音快要结尾的时候 约翰所说的写作 约翰福音的目的 很相像 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 二十章三十一节 约翰说 但记这些事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如同这边所说的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多年之后 约翰在约翰一书 回应 早年所写的 约翰福音 我相信 在写第五章这边的时候 他也去思想 以前一开始 犹太人如何 到施洗约翰那边去 要求能够让约翰 用水帮他们施洗 预备他们 可以得赦免 得洁净 又是如何 后来约翰跟着耶稣基督 亲眼看见 他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成了赎罪计 流出他的宝血 又如何经历到 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在马可楼 在五旬节的时候 经历了圣灵的浇灌 使他们大大的领受 这赦罪之恩的 生命之道的救恩 并且把它传扬 给更多得救的人 这一幕幕历历在幕 因此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 借着水 借着血 借着圣灵 我们欢欢喜喜的感恩 因为我们都承认 我们需要悔改的洗礼 我们也都领受了 你在十字架上流血 赎罪计的赦罪之恩 我们更借由圣灵 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救赎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 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了 透过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领受了 并且宣告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道成了肉身 耶稣就是旧约里面 上帝一直所应许 要来的那位受高者 要帮助我们离开 罪恶的灭亡 得着永生 谢谢主 谢谢天父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真理的圣灵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